我们就请到陈丹青先生 那陈丹青是有个讲稿是要发给大家是 是不发的 好好好 我们就有请陈丹青先生 今天这个现场蛮有意思的 也许同学们都知道 隔壁就是东郊名县 八国联军来的时候 很多早期的国民党就往那逃 然后马路对过 就是北京火车站 大家知道不知道 张作霖他们进入北京 就是在那下车 李鸿章进入北京 然后1949年 毛泽东带着文武官员到火车站去 迎接宋美龄从上海到北京 就在马路对过 现在这个火车站废弃了 不用但建筑还在 再往西一点 大家知道就是大前门 我看过一张蛮珍贵的照片 1948年 北平其实被包围了已经 不知道从什么角度拍过去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还是荒草场 可是大前门上就挂了一张蒋中正的照片 巨大的照片 黑白的照片 我现在还留着那张历史照片 据说解放军进城以后 弄开国大典 先前的选择不是在天安门广场 是选择大前门 因为整个军队入城的仪式 是由南向北 经过现在天桥那边 往北走 后来不知道怎样 就改成天安门 所以我们小时候有一首歌叫 我爱北京天安门 如果当时选了大前门 就是我爱北京大前门 然后 这个地方 据我知道 翁林尼 要是我说错了 你纠正我 就是是民国时期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领事馆 OK 那司徒雷登就在这上班吗 因为毛泽东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叫别了司徒雷登 意思就是 咱们到此为止了 所以当时司徒雷登可能还在这上班 就在我们的上面 不过今天我进来的时候 军警林立 我忽然明白这是靠天安门的地方 靠天安门的地方都是要人紧张的地方 所以我也有点紧张 我上次 年初讲民国也有个所谓论坛 我讲得非常差 因为我没有准备 我不太会继续发言 所以昨天匆忙写了一下 但是呢 我把它想成发言15分钟 所以略微多了几页纸 我可以把它压缩了 我尽快把它念掉 这个时间到了 你提醒我 我觉得这是个好话题 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 但是如果记者问我 我会答不上来 因为现实和历史 这两个词不容易定义 可能就是只过去了 已经不在场了 不奏效了 可能就叫历史 可是现实 就是说还在 还有作用 还在发生 可能就现实 讲下去呢 就会有点错位 跟民国这个概念 我记得1966年文革爆发 毛泽东狠狠地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革命派和反革命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继续斗争 那一年我13岁 戴着红领巾 而且共和国也已经有17岁了 我听了毛泽东这么一番话 心惊肉跳 我想怎么民国还没有过去 国民党还在 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 现在我明白 毛泽东其实没有错 他那一年70多岁 除了逃到台湾的那部分国民党 他的许多民国的朋友和敌人 都还活着 曾经顶撞过他的比方 梁淑敏 曾经杀过共产党的李继生 都住在北京 一大群民主人士 第三势力 还有他的同志们 而毛泽东本人 包括周恩来 朱德 一大伙 共产党领导 曾经就是国民党员 在国民政府做官 当着蒋介石的面 喊 蒋委员长万岁 所以 毛泽东想起民国 和我当年13岁一个小孩 听见民国 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一想起来 就是一大群 使他不安的活人 1976年文革结束 距今也整整35年了 远远超过毛泽东 回想民国的时间距离 我们或者可以问 文革是历史还是现实 三十多年来 我们的文人和出版社 都在做历史研究 出历史书 在座诸位 也想必喜欢读历史 读历史为了什么 我想科罗奇说的那句话 还没过时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今年算是借辛亥百年 我们有一个理由 在市面上公开说民国 为了尊敬今年的 另一个大的纪念 我特地钻到电影院 去看了一场建党大业 看完以后 手机就来了几条短信 其中有一条 非常聪明 把建党和民国一块纪念了 大家